9958事件25周年 中国已经崛起 欧洲还是个残废 大家好,我是施涛 今年5月8日是9958事件的25周年 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1999年北京时间5月8日 当地时间5月7日的凌晨 美国悍然用4枚JDAM炸弹攻击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 造成了我方的重大的人员及财产的损失 25年过去了 我们看当年的南联盟现在已经被肢解的支离破碎 但还好塞尔维亚和中国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那么目前咱们的国家元首也正在贝尔格莱德进行国事访问 而令人更感慨的是这25年里面 中国和欧洲所经历的不同的变化 那么这25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25年 无论是从经济、政治、国家影响力 还是军事实力上 中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要说这巨大的进步 和99年5月8日当时我们被迎头一击是分不开关系的 特别是军工人在9958之后是痛定思痛 国家也高度重视上马了一系列的工程项目 特别是实用化的工程项目 那么这奠定了目前解放军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99年5月8日之后 更加坚定了我们要独立自主发展 我们自己的各项实力的信心和这条道路 那么这也就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数 能够和平崛起的国家 那么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 都占到了世界的第二名的位置 可以说目前世界第一的美国 对中国也不敢轻举妄动 那么这一切和99年5月8日可以说都是有联系的 反观欧洲可以说在这25年里面 欧洲的发展那是每况愈下 其实熟悉世界政治的观众们都知道 当年南联盟战争之所以会爆发 实际上就是美国卡在了欧盟要上线欧元的前夕 对欧洲进行的一次精准的打击 那么在南联盟战争爆发之后 欧洲的经济被严重的拖累 欧元的上市也遭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而在随后的25年里面 欧盟并没有走出一条独立的路线 虽然欧盟的领头羊 德国也出现了类似于默克尔这样的 不由远见的政治家 但是总体来看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战略依赖 反而是越来越深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之后 是更加的明显 可以说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欧洲对美国的依附是越来越重 那么原本相对能够独立于美国的能源供应 还包括一系列的安全保障 现在都依赖于美国 欧盟已经彻底的失去了 对于美国来说的独立性 那么欧洲的经历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接下去的发展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该有什么样的底线思维 这是中国所有的老百姓 其实脑子里面都应该有的一个概念 那么欧洲国家在与美国越走越近之后 得到的并不是更大的发展更好的生活 而是被美国深度的绑定 最终成为美国吸血的对象 那么中国目前也面临着相类似的选择 相信从我们的领导层到咱们的老百姓 对中国该走什么样的路 该怎么走 已经是了然于胸 将成为我们未来发展道路上 最好的一个反例教材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